全灣作為第一代的衛星城市 出了名是天空之城 有著全香港最長的行人天橋網絡 所以全灣都可以很離地 而天橋鎮的產生可以說是由1982年啟用的 全灣地鐵站來帶動 現在的行人天橋網絡已經連接了 差不多20個住宅和25個商場 今天和全灣地鐵站相連的早期落城商場 全窗中心商場一樓就有一連串的熟食店 我們今集的主人翁都在那裡 Hello,我是Mo 我是Tia 今天我們就來到全灣這裡吃一碗大大碗的餃子 我們Go 還沒訂閱的朋友 還不快點在右下角按訂閱鍵和按鈴鐺?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影片 記得不要錯過啦 回到精題 穿過各式各樣的店舖之後 就會去到餃子店的門口 好,每次去這間餃子屋都門庭如市 大排長龍 平常起碼都要等45分鐘 而今天我們等的時間比較短 大概等20分鐘左右就可以進去了 在這裡都提提大家 記得提早在櫃桌拿手寫票 當然繁忙時間職員的態度可以很香港風格 千萬不要被它嚇到 如果大家喜歡地方乾淨 就不要去到舖後的位置 讓店內的位置比較好 終於到我們了 一坐下就看到牆上貼著大大的餐單 如果有老花的朋友 都不用擔心 他那張小小的餐牌看不到 你看牆上的就可以了 Menu上有16種口味的餃子 分別都可以配湯餃或煎餃 視乎你當日的胃口如何 可以選六隻或八隻 又可以配上海麵或迷線 店內都有提供生日餃子外賣 小食和飲品等等 今天我們就要做大胃王 每人吃八隻餃 一坐下單都未落 職員就會立即飛兩碟菜脯上來 而另外那邊那間 是給你筆豆瓣醬用的 不要看少它的菜脯 它的菜脯也是這間店的招牌之一 有人還會買幾瓶菜脯回去送飯 說明少點嘛 真是很少的 你看坐得多擠劫就知道了 除了牆上的佈置之外 人流都充滿滿滿的過年氣氛 最近疫情都更好 因為閒死兩人一台 平時一張桌 反正只有四個人在 還有值得一提 這裡的餃子可以淫平 而且按比例收錢 在等著吃餃子的時間 又可以拌一點豆瓣醬試一下 下一點就已經好夠了 因為都偏鹹 這裡的餃子都是店家親手制的 味道都挺有特色 我們當日很少可竟然煎餃是快過湯餃 剪片的我又流口水了 它的煎餃就是即叫即煎 店家都很貼心 知道吃煎東西會很乾 所以都會配上這碗湯給你濕口 這碗奶白色的湯 是用魚膠、淮山、豬骨和粟米去煲 可以整碗喝光 是沒有加味精的老火湯 可以喝到粟米的香甜 好不幸 這次我們吃到的餃子 有半數都爆開了一小角 實在太容易爆餡了 所以爆得不緊 入口就有一種散修修的感覺 我們就用手來對比一下 究竟餃子有多大粒 這隻餃子有半隻拳頭這麼大 我的手 這隻拳頭有沒有這麼小 的確這間店的餃子 真的比其他店的大很多 萬變不離其中 size matters 有超多餡 一咬下去 真的有一種吃餅乾那麼脆的感覺 又有汁流出來 鏡頭拍到可能會有一點焦黑 但吃下去就知道是補焦的 不過就有點邪惡 有點油 因為叫了雙拼 單憑肉眼都要老手才知道 究竟哪隻餃子打哪隻餃子 我就很欣賞它的韭菜是多過肉 而且好香好濃味 另外一款我就叫了 煎的雲耳椰菜豬肉餃 相比起濃味的韭菜餃 椰菜餃有些咬口之餘 還清淡得多 不過就不太吃到雲耳的存在 就算我們拍攝了一陣子 餃子皮依然都是這麼脆 來來看看 如果喜歡重口味和辣的朋友 都可以加豆瓣醬 有少少辣 還更加惹味 不介意吃我口水尾的 給你一口試一下 啊 介紹完我的煎餃 就給其我去介紹一下他的湯餃 一起看一下 到底煎餃還是湯餃的賣相好一點 這個有熟米 還有紅蘿蔔松 湯餃的大小和煎餃是一樣 都是一樣這麼大 可惜啊 這次又是失了一點水準 看到湯餃也有一點爆口 但是餃子的大小和湯一樣都很棒 雲耳椰菜餃 這個餃咬下去就很香脆 因為又有雲耳 又有椰菜 而且還有少量的豬肉在裡面 大大增加這個飽肚感 而且調味也不會太鹹 非常好吃 這個 個人比較喜歡這個 多過這個韭菜餃 因為不想做韭菜 嗯 這張圖 會明白的就會明白的 不明白就算了 對比起湯餃和煎餃 雲耳椰菜餃 我就覺得湯的好吃一點 而且湯餃更加保留到 蔬菜那種鮮甜味 是時候又要對比一下顏色 種類沉他千百度 找一下第二隻餃 而這個沙茶金菇肥油湯餃 就略嫌比較鹹了 而且也沒有沙茶味 而金菇切都切得比較碎 咬下去就沒有爽口的感覺 只有油膩感 所以這個餃就不太推薦了 我就好衰的 我最喜歡引誘你們 讓你們看看 韭菜餃爆汁的樣子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 按鈴鐺 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